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兽亮哥 现在如果说许中坛跑 想必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无法驾驭 中坛跑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方面 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中坛跑之王 就是这位,他叫法拉赫 法拉赫曾获得伦敦奥运会和里约奥运会 男子5000米和1万米的金牌等等 可见法拉赫的实力有多么强悍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法拉赫职业生涯1万米的羡慕之战 那就是在2017年进行的 挺挺壮实联赛 男子1万米决赛的比赛 本场比赛法拉赫的最大中的对手 就是来自乌干达的约书亚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精彩的画面 比赛跟着法拉赫撮花一般处在落后的位置 约书亚撮花机会更加好一些 处在领先的案列中 才跑出没多久 约书亚就已经穿到了零跑的位置 法拉赫只处在第五的中列 800米结束的时候 约书亚处在第一的位置 法拉赫只处在第十七的位置 当比赛进了1600米的时候 约书亚被能反超处在第二位 法拉赫有点放慢的节奏 只处在第20的位置 只见法拉赫不慌不忙 继续采用跟随战术 当比赛进了2800米的时候 约书亚重新跑为第一位 这个时候法拉赫稍稍稍有点提出 冲到了第十七的位置 当比赛进了3800米的时候 法拉赫突然提出 冲外调超越 很快就冲到了第十的位置 只见法拉赫似乎开始认真起来了 当比赛进了8400米的时候 法拉赫已经冲到了第二的位置 当比赛进了23分26秒的时候 法拉赫被前面的选手办了一下 险些就摔倒了 当比赛进了9600米的时候 法拉赫已经奋力冲到了第一位 而约书亚处在第五的位置 结果在冲刺的时候 法拉赫又被身后的对手再次办了一下 差点打乱了法拉赫冲刺的节奏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只见身后的对手在追赶过程中 又再次办了法拉赫一下 这一让法拉赫卯足了劲 开始爆发了 当然比赛进了最后100米 转位直到较量的时候 法拉赫处在第一位 这个时候只见法拉赫 开始展现了超强后程加速能力 一下子就将身后的对手甩开了 而约书亚也在身后奋力直追 只见法拉赫越跑越快 最终法拉赫甩在对手三明远 以26分49秒51的成绩夺挂 而约书亚或者亚军 法拉赫也实现了四领赛的三连挂 法拉赫也创造了 那一年该项目的世界最好的成绩 如果没有被对手办了三次 那么估计这个成绩会来得更快 法拉赫也用这样的完美收获 来告别了自己的中场跑生涯 只能感叹 法拉赫真的太强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下地狱赛事 有我大首先吧 我们下期再会